把这个气管从这里插进去 再插进去 然后呢 然后这里一个开关 打出来这里表着有气压了 这显示的啊 这有气压显示的 然后调 如果是调它的那个大小就在这里调 如果我气压调大调小就这里调 顺时钟是大 逆时钟是小 然后这个是装那个油水分离器的油油 一头油 供应机油 就是那种 就是把气放了以后 把这里一按一下 拧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好 气感完就插电 这插头有个三三 就要插进去 然后那边开机 到这里开开开电 开机 然后等素描以后 先等一下 这些等这个温度自动加热 设定温度190度的时候 它就可以启动了 然后按一下这个启动就可以了 然后 按一下这个启动就可以了 就可以放回来 好 现在打开了以后呢 就有上面的一个功能 它有个功能设定 一个蓝品定位功能 如果我现在 现在是有定位的 如果我要把它关掉的话 就这个蓝品的那些就不起作用了 如果我是把那个要它的话 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我现在就是蓝品就起作用了 然后你那个时间设定 就是封口时间封口时间封口时间设定 我封的好不好 这个时间 但现在2.4秒 我封的可以了 你设定反正你可以设定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时间长一点 我2.5秒 就这样按EMG切定 然后那个频道位封口原始 就是说瓶子到了以后 0.5秒它就往下压了 它就直接封口了 就马上就封口了 还有这个输膜的长度 就是这个膜的长短 它说的记底 如果是你长了 你就缩短一点 如果是短了 你就加长一点 就是按设定的 比如说我要长一点点36 我就36 按一眼睛切定 就可以了 然后它有中英名 这就是转换 你要点动点 我停了机以后 我要点动哪一个动作 我就点一下 它就可以有 有一个相应的动作 快飞监控的话 我就说明一个输出和输入点 现在比如说我哪个信号 有没有信号 就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在工作那些 就是监控一下 上面的功能就是这些 然后30 生产数量的精锻的话 然后我按一下 时间 它如果是停下来 按一下 它就被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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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的时候 它自作启动的时候 它就不会启动 然后 好 开始生产吧 每一次我压一下集体的时候 再打开 打开的时候 按启动 按启动 以后 它就被出点 这个蓝瓶 这边 这个蓝瓶 它没有新出来的 没有新出来 必须你用手感应它 就是用它蓝出来以后 再放瓶子 不然的话 你放瓶子 它就撕个瓶子出来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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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乐 因为不会落脾 嗯 嗯 1.正常alten 1.50 completing 1.50 數目 1.50